两位都是大陆的顶尖人物 就是大陆最成功的商务网站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在一般人的审美观中 他恐怕绝对称不上是帅哥 而这位呢 是大陆县当红的美女CEO 才23岁 学经理非常显赫 就是他在部落格中大方赞赏 他说马云 是他心目中最帅的男人 宛如美女与野兽般的组合 立刻成为大陆各网站的头条话题 有人说我是富二代 有人说我是美女企业家 但我认为我是创业者 创业的学业从我懂事起 就流淌在我身体的每一条血管里 他就是最近在大陆爆红的 美女CEO龚小思 年纪轻轻 学经历却相当显赫 13岁就是中国史上 最年轻的国际象棋大师 17岁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以全额奖学金录取 21岁又因缘际会成为 Gucci亚洲区最年轻的设计师 两年前返乡接掌家族企业 是成都青年创业形象大使 目前担任四川民营升降机的CEO 身价值B2亿台币 我觉得创业的性格中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点 你别人勤奋 你吃别人吃不下的苦 你累别人累不下的活 你打不垮 然后你这个 永远坚信自己的那份目标 同时呢就是坚忍不拔 盯着美女CEO的头衔 让龚小思很快获得媒体关注 而当外界好奇他的感情世界时 龚小思却大方PO文表示 心中最帅的男人 正是貌不惊人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他说马云那张棱角分明又精灵古怪 时时带着几分孩子气跟纯真表情的脸庞 常散发出性感迷人的气质 龚小思不讳言 决定在部落格上发表文章 就是希望以后网友搜寻马云两个字的时候 也能看到有人由衷的说 马云很帅很有男人味 这个充满美女与野兽般的话题 也让外界见识到大陆80后大方示爱的勇气 中天新闻白倩鱼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